韩国歌手郑俊英 于23日被报道 性暴力事件后 虽然已经澄清无嫌疑 但随后又爆出 偷拍前女友身体部位影片 引发舆论的撻伐 对此9月25日 郑俊英下午召开记者会 亲自说明关于整个事件的始末 现场鞠躬道歉 对此前他被控偷拍女友身体仪式 做出声明 在记者会中 郑俊英澄清表示 郑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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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悮性暖的一般, 僕人在陷入境中的据動性暖色一樣的事 但就下層會出発肥的 controversy また起這個問題 是開放的事件 擺放的人間 在ربط式主席人開始 我經典的保守 來我看到更多的酷炎 如此 短短的发布会中 郑军英多次对大家说对不起 涉事女性也承受着巨大的恐惧 希望此事能尽快结束 海90度鞠躬以表歉意 咱尼早前很快乐 希望此事件 今次我会出演出过许主演的 他等会出演出的 有限转力批签了 真正对应之谈 你也有欺费的 讨厌大人 成立的讨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